狗仗人是经常见,人仗狗是却还是头一次 网红玉琪小丽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狗场副厂长 不过它靠的可不是能力,而是和一只狗的关系 这只狗名叫黑豹,是罗威娜犬 每次只要它出现,整个狗场的狗都瑟瑟发抖 要知道这家狗场受留的都是烈性犬 要多凶猛有多凶猛,一般人都不敢靠近 就连训犬师玉琪小丽常常束手无措 只能靠黑豹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事情还要从那条名为恩佐的恶犬说起 恩佐是一条阿拉斯加犬,平时看起来十分温顺 可它却有一个护神的毛病 一旦有人碰它吃的,它就变得十分暴躁 因为这个坏毛病,恩佐已经换了七个狗场了 在此期间咬伤了不少人 没有狗场再愿意收留 小丽一向喜欢挑战猎犬 所以便将它留在自己狗场好好改造 然而小丽如何哭口婆心劝导 甚至连手里的老虎道具都用上了 可还是驯服不了恩佐 恩佐发起飘来直接将他手里的棍子给折断了 眼看着自己要招架不住了 小丽只好使出必杀技,让黑豹闪亮登场 你想到这张果然管用 恩佐在见到黑豹秒变温顺小弟 护士咬人根本不存在 就连装满食物的饭都统统让了出去 而小丽站着有黑豹撑腰 也开始对恩佐腰无合流 这波操作还真是把狗杖人士发挥到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恩佐再作腰 小丽还教育他要认清局势 不能只服黑豹 自己才是狗场大哥大 看到这一幕网友也是笑风了 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谁才是狗 然而被黑豹驯服的还不只能做一个 还有凶猛的阿拉斯加皮皮 皮皮虽然长了一副温柔可爱的外表 可脾气却大得很 仿佛有暴躁症动不动就要人 刚到狗场时 顺狗是小丽都不敢轻易靠近 只能用棍子圆器里抚摸他的头 安抚他的情绪 可是这皮皮根本不领情 小丽很是生气 但也只能忍着慢慢调教 可是这皮皮越来越霸倒 不仅护食护龙再含护玩具 小丽心想这可不能惯着 得找个人好好管管 于是再次把黑豹喊了出来 谁知黑豹一露面就和皮皮干了起来 看着画面越来越激烈 小丽感冒上前拉架 只是没想到黑豹太过生猛 皮皮还欧缓手之力 差点被欺负到自闭 原本只是想让黑豹出来吓吓皮皮 可没想到弄成现在这种局面 皮皮弱小无助的模样让小丽很满意 看着皮皮的嚣张气也没有了 小丽为了让他内心平衡一点 主动当起了何事了 看到这一幕的网友纷纷表示 这个狗场要是没有黑豹 怕是早就黄了 而作为一名训狗师 小丽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驯服了黑豹 靠着黑豹 成为了拳网狗诈人士第一人 别的狗场都是人训狗 而在小丽这里就变成了狗训狗 他倒是很聪明 这种方法既省力气又不想浪费时间 还不会让被驯服的狗憎恨自己 小丽除了有黑豹这条正殿之犬之外 家里还藏了一条名叫大圣的恶霸犬 这种狗的主人是百分百忠心 他看起来又矮又笨 但却有古惊人的力量 不管是阿拉斯加还是哈士奇 只要走到他面前 看到他的面容都会被撒退 小丽曾在狗唱里的狗挨个去见大圣 可有的一打开门就吓退了 有的和大圣顿时十秒腿就发软了 因此大圣被称为屋内之王 而小丽为了能让狗唱之王的黑豹 和屋内之王大圣 来给你救高下看看谁更厉害 便把他们放到一个屋里进行战斗 高手之间过章确实很有意思 不过黑豹不愧是狗唱之王见过世面 分分钟就拿下大圣 黑豹天生就是做大哥的料 有他在没人敢欺负他狗唱里的兄弟 更没人敢欺负逊狗师小丁 这么厉害的狗要是你你敢养吗 欢迎留言评论